Hello 大家好 母親節當然出去吃飯 很久沒打過鞭爐 他打過鞭爐 之前去丹季軒 現在試帝豪那邊 很久沒試過帝豪了 現在在做398元 還要加一 一進門口看到大龍躉頭 大家都知道 他以龍躉作為 任食火鍋的主打 整條龍躉 慢慢切肉給你吃 湯底有六款 有辣有不辣 但如果叫鴛鴦湯底 就要多加41元 這不是很好 並不是一人一勞 先來個刺身 刺身是按多少人的份量 不過當然是不限量 可以重複再叫 看他的菜單 種類不是很多 所以看來看去 都是吃一些美肥牛 黑豚肉 和羊肉片 還有鮮鮑魚 生蝦 不過蝦就不太動 老實說 他的肥牛是挺漂亮的 所以我多點幾次 還有一些鮮片 最佳的賣點就是龍躉肉 這些所說的東西都是不限的 你可以任叫任食 外面還有一些時疏 你自己任拿 還有一些其他的什麼丸 不過當然這些都是粗東西 下難的東西 這些丸 外面還有幾款小炒 大家見到了 有魚蛋 還有腸仔 還有雞翼 最好吃的是這些蝦 辣爆蝦 魚蛋、腸仔、雞翼 就沒什麼人愛的了 另一邊還有炒粉麵 炒粉麵這些東西都是沒什麼 還有花生、茶葉蛋 我都沒有吃這些 我多吃幾串串燒 有雞、牛等等這些串燒 燒得不錯 他有幾款自製飲品 竹蔗毛筋水 檸檬茶、烏梅湯、下枯草 有熱有凍 啤酒、汽水 只得爐山啤酒和雪碧可樂和忌廉 我也是很專心的 打邊爐 主要都是吃過幾樣東西 大家一眼看完 至於飯後甜品方面 有兩款糖水 大家看到 糖水都是粗食物 好一點就有哈根大雪糕 自己筆 喜歡吃雪糕的就不錯 除了哈根大雪糕之外 有些甜品 楊枝金撈和木康布甸 不過楊枝金撈的甜味很怪 不只是天然的味道 他應該是限時的 六點至八點一場 八點至十點一場 昨晚見到整個大廳 坐滿了六成左右 是坐不滿的 大多數吃的都是內地同胞 沒什麼看見本地人來吃 我太久沒來 想試試 總結 單季軒是三九八 四個還送片皮鴨 不用加一 他就是三九八 還要加一 即是成四百四 好處是貴價 便宜價 都是任叫任吃 場就像街坊酒樓 服務也是這樣的 三九八加一 即是去到四百四 浪了少許 我自己覺得 超過了少許 如果他做到三百至三百五 之間 就比較合適 這是個人意見 如果大家看了 有興趣便試試 這個和桂軒的影片 都不是講告歷 好 這集就看到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數片未截和以為慢 多謝你們支持